每一个小时就有一个印度女性被婆家谋杀或自杀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匪夷所思的事情只要发生在印度 似乎大家都觉得那没有问题可以接受 因为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人们总能以各种离谱的姿态傲视全球 大家好,我是原在 在印度的一些地区,女性正在被嫁妆吃掉 根据最近世界银行的一篇博客文章报道 在最近的40年间,印度农村地区超九成女房家庭需要向南方提供嫁妆 一边出嫁妆一边出彩礼,这很正常 可让人意外的是,在印度,女方嫁妆费用又为南方彩礼价值的七倍,甚至更多 什么概念呢?这一位置在印度至少有一些地区 嫁女儿时不仅娘家人拿不到作为家族人口减少的补偿 反而还要搭上天价的支出 这一现象直接导致女性在印度不仅社会地位低下 甚至在家族中也会被认为是赔钱货而备受排斥 就连祝你生个女儿这种话都会被认为是最顶级的人身攻击 曾经旅行节目组前往印度实地采访时 曾亲眼目睹一个刚出生的女婴 被亲生父亲当着母亲的面溺死的全过程 我讲的是我的激动,你知道 他特别生气 我特别生气,但是我还什么都做不了 一个新生婴儿,是个女孩 父亲,把这个婴儿直接就抱满过来 然后一个大脸盆 打满了水 把孩子垂下,直接溺死 印度天价婚礼费用的背后 是一个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潜规则 嫁妆死亡事件 在维吉百科上,针对这词条是这样解释的 嫁妆死亡是已婚妇女因嫁妆纠纷 不断受到丈夫和姻亲的骚扰折磨 而被谋杀或逼迫自杀的死亡 家庭成了最危险的地方 嫁妆死亡主要发生在印度 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伊朗 而这其中以印度的死亡案例最多 2010年,因嫁妆死亡的女性就达到了8391人 占该国女性凶杀案的五成左右 2021年6月,据印度媒体报道 卡拉拉邦的一名22岁医学生 维斯玛亚·奈尔被发现死于丈夫家中 就在他死亡几天之前 还在社交媒体上和家人提到 丈夫一直在虐待他 并在家人的劝导下 答应不会做出任何过激的行为 可是,这样的生活还是让他无法忍受 最终以悲剧结尾 第二天,警方一涉嫌嫁装死亡罪 逮捕了他的丈夫激澜 事情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 丈夫只是觉得女方给的价值100万卢比 约合8.7万人民币的新车 和1.25英亩的土地 以及100枚金币的嫁妆太少了 她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更多更好的 为此一直纠缠并虐待妻子 这样的事情在印度绝不会是孤暗 甚至连自杀都算是相对体面的方式 印度媒体圈子里一直有一个说法是 厨房意外 这个看似平静的用词 其实隐含着现代社会最令人发指的罪恶 印度不少乡村地区的厨房里 灶台是在地上的 女性会直接蹲在地上做饭 而对嫁妆不满的男方 会使用各种方式将新婚妻子置于死地 比如在饭菜里下毒 殴打 虐待 而最常见的方式 还是更加隐蔽的厨房意外事件 在女方做饭时 将其退入火中 活活烧死 事后往往对外宣称 是妻子做饭时 不小心烧着了自己 纯属意外 无人需要为此担责 因此种种 在证据不足 亲友包庇下 厨房意外事件 立案率极低 即便是真的有警方介入 也很难将罪犯 绳之以法 面对这样扭曲的社会行为 当然也会有例外和反杀 比如印度青岩安沙利 特长式灯车 是十里八乡有名的郡后生 颇有些姿色的他 竟然成功牵手 小酒店主的女儿 还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两人在顺利举行完婚礼后 深岸婚恋市场行情的 安沙利决定 让老岳父再出点血 索要一笔巨额的嫁妆 外加一辆帅气的摩托车 并扬言 女方要是不给嫁妆的话 就当场抛妻翻脸 不认人 结果这次嫁妆渣男 遇到了南亚应查 岳父老哥二话不说 让结婚不到三小时的俊小伙 直接变身雷阵子 甚至连一旁 起哄瞎嚷嚷的 男方亲哥也一起收拾 在理完粗线条的 同款发型后 被挂着破鞋在村里 游行示众 把新郎收拾了个痛快 这婚礼 咱还是要接着办 当晚这个硬和岳父 更是从外地 直接调来了一个 儒雅随和的新女婿 反正我闺女今天结婚 姑爷只要不胡来 甭管是谁 我都忍 这个听起来像个段子的案例 其实是印度社会大环境下 非常少见的返向操作 大多数的印度家庭 在遇到南方不满家装太少时 只能是勒紧裤腰带 尽量满足 甚至不惜在女儿婚后 整个家庭因嫁返贫 在印度穷人的贷款中 超过一半都是用来 置办嫁妆的 妥妥的套路贷 印度如此严重的婚嫁问题 社会中也不是没有觉醒者 可是又有谁 能改变这个局面呢 印度的庞哲普 哈里亚纳邦高等法院 曾根据以往审理的案件 发布资料称 因嫁妆死亡 这是我国的一大特色 其实尼赫鲁政府 早在1961年就曾立法 明确要求任何人 不得以任何刑事 所要超额嫁妆 否则就要吃老饭 然而这信誓淡淡的 精神文明公约 就像是印度1948年 就宣布废除的 种姓制度一样 可能连立法者 自己都不愿意去相信 和夸张的嫁妆费用 以及扭曲的婚后家庭氛围 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印度那不到1%的 超低离婚率 由此可见 离婚率低 并不能反映婚姻幸福的程度 甚至低到离谱的数据背后 极大可能是妇女权力的缺失 在准备这期视频时 看到网上有很多人 对印度嫁妆死亡 和厨房事件的归因 大多会指向 九夫盛名的种姓制度 认为正是因为 整个社会的共识 不允许高种姓女孩下嫁 婚姻就成了种姓月签的手段 于是不得不花大价钱买姻缘 甚至妥协出自己的尊严 甚至生命 而换得家族的体面和荣誉 这样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 可是如果我们总是 隔着种姓制度来隔靴搔痒 未必能执大问题的本质 政家制度的背后归根结底 还是经济问题 嫁妆这事在印度自古就有 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 因嫁妆死亡这事 还只是印度中北部的少数行为 但随着印度90年代左右的改革开放 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 嫁妆问题才开始呈现蔓延趋势 甚至升级为国家问题 也许有人会问 工业化明明是在促进 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生产力的提高 为什么印度女性的经济地位 还会下降呢 其实回顾历史上 人类每一次生产力革命的发生 都是在替代劳动力 当个体被从繁重的生产劳动中 解放出来的同时 也意味着被机器夺走了原有的工作 如果再赶上政府低效无能 找不到新的突破点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失业率反而会因为科技的发展 而不断创下新高 而印度社会中处于先天弱势地位的女性 更会因此丧失更多的竞争力 最终不得不依靠婚姻 依赖男人 我对印度没有恶意 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今天聊这个话题 是因为刚好看到了相关的新闻报道 好奇之余 在了解了更多的印度厨房事件 和彩礼纠葛之后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张桂梅 不久前 七一勋章的授予仪式上 手上长满白色胶布的她 被网友称为 这才是女权 这才是共产主义者 2019年 张桂梅赶走全职太太的话题 登上了热搜 她的事迹 逐渐开始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面对自己好不容易带出来的女学生 却做了全职太太 在其返回学校捐款感恩时 张桂梅愤怒地当着学生老公的面 让其滚出去 辛辛苦苦供你们到现在 并不是让你们当全职太太的 在捐款悲剧后的第二年 这位张桂梅老师曾经的学生 就考上了贵州某小学的教师岗位 张桂梅认为 女性的价值在于独立 不依靠 不寻找 在接受教育之后 平等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 于是 她毫不犹豫地扎根云南山区40余年 创办全国第一所 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帮助1800多名贫困山区女孩 圆梦大学 根据天眼查上的信息显示 张桂梅先生除了担任 华评女高的法人之外 还是丽江华评贵梅助学金 以及华评县儿童福利院的负责人 蜡炬成灰类屎干 她几乎燃烧了自己的全部生命 张桂梅手上的胶部里包着的 是止疼的药膏 每天光是吃的药就有十几种 但她依然说自己要站在讲台上 奉献所有 九死亦无悔 自古以来 这片大地上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有拼命硬干的人 有为民请命的人 有舍身求法的人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